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出发展开十天亚洲访问之旅 目标是促进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联系 这次亚洲访问的首战是印度 奥巴马将和多个美国商业领袖在印度的财经中心孟买和首都新德里访问四天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 这一地区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他的目标是让这些市场开放从而销售美国产品增加就业 奥巴马在印度的停留时间是他任职总统至今访问外国最长的 奥巴马之后还会去他童年曾居住过的印度尼西亚 随后前往首尔参加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峰会